半老 半丑 饱瘦结石 明星为了角色 太拼了 大家好 我是小方 明星为了角色能奉献到什么程度呢 52岁的妍妮给了答案 在新剧《外婆的新世界》里 她应该往日美妇人的形象 跨龄半老 也外婆 看她这烂黄发黑的皮肤 满脸的皱纹抬头纹 黑眼圈 大眼袋是一个都不辣 脸上还有清晰可见的老年般 太像了 不不不 这完全就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呢 此前 严妮出圈的 还有她的身材和越来越少女的状态 但到了这部剧 她全部抛掉 半丑又半老 要知道 跟她差不多的蒋文立 还在剧中演丫头呢 严妮这波操作 真是哽喊地打了那些丫头娇的脸 关键 严妮演技在线 不仅外形上像个老人 她的一举一动 弯腰说话 勾背走路 跟现实中的老人一般无二 她还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 双胞胎姐姐虽然也是满头白发 但是属于精致老人 皮肤状态比妹妹好 气场也强大 严妮真把这两个角色演活了 我都快忘了她本来傻业了 所以优秀的演员 首先是要为角色服务 这一点秦浩也做得特别到位 你敢相信这个发际线后 以皮肤黑曲曲 满脸褶子 九糟鼻 胖的没脖子 还有大肚男的人 是伊能静那个帅气的老公秦浩 这个造型 伊能静来了都认不出来吧 这个造型还不全靠化妆 秦浩特意增重了20斤 还把自己扇黑 这才达到了视觉上的悲争效果 有特别增肥 但是增的效果 还是需要一些辅助 什么脸啊 化妆 可笑啊 但是那时候也确实胖了20斤 秦浩就是为了角色 特别获得出去的演员 之前在隐匿的角落里 他演的张东升 也贡献了秃头造型 毫无偶像包袱啊 秦浩自己也说 演员就是为角色服务的 角色需要他什么样 他就可以什么样 是美是丑啊都不重要 把角色演好 观众喜欢就行了 因为演员就是为角色服务的 其实 角色需要你个好的 那可能演员 我真的就需要去保养 这些年 敢于为角色奉献的演员 也有很多 增肥伴丑 对他们来说 那都是小case 他们有的狠起来 连自己都怕 张义就是出了名的狠人 攀登哲理 有一场赤脚爬雪山的戏 张义弄是拒绝了导演 安排的仿真袜子 选择赤脚上阵 因为他觉得仿真袜子 会影响自己对情绪的感知和判断 所以一场戏下来 他的双脚早就没有知觉了 电影一秒钟 张义的形象 也是脸上黑不溜秋 身上骨瘦如柴的 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延续两个月 每天只吃一顿饭 成功报受20斤 所以持续了20来天 减了10公斤 就是20斤嘛 为了演好角色 在沙漠中极度吃水的状态 他也趁着休息时间 去42度的沙漠中曝晒 这才将张九生 这个找女儿的父亲形象 演得这么饱满 你看邓超 平时在综艺里唏唏哈哈 他拍戏时 对自己也是真狠 烈日灼心里 一场长达7分钟的死刑戏 为了追求真实 往胳膊里扎针的戏粉 可都是真扎 真实到连回血都能看清楚 拍到最后 邓超的胳膊肿了 脸和嘴都歪了 这场戏杀青后 副导演看到邓超的状态 都慌了 他以为他真的死了 对 然后副导演也是 副导演当时说的 他真的以为你死了 之前 超哥拍影时 先用三个月增重了20斤 又用两个月 减重40斤 前后一增一减 五个月就是60斤的落差 真是难以想象啊 他这么折腾 就为了城市之中 两个极端的人物 王传君 在电影《药神》里演的患癌病人 也是真实的可怕 而他为了演出这个角色的 雷若感 也是疯狂减肥 连续几个月不吃米面 每天跳成八千个 为了演出 发手人寰的状态 他还连续两天两夜 不吃不睡 我才住到一个病房里面 让自己两夜没有睡觉 看到秃头的礼寿夜 我都忘了光顾神奇 长啥样了 老戏谷中 敢于为角色奉献的 也不在少数 有人不顾自己的形象 比如 巩俐 为了演好 曾姑秋菊 坚持几个月不洗澡 洗头用洗衣粉洗 这样头发才能变得 更加粗糙 才能更像 那个时候的农村妇女 有人完全活在戏里 比如陈道明 为了记住角色的状态 在片场从来不带工作椅 他到现场 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状态 他是不做的 拍楚汉传奇时 他还连续六个月不脱戏服 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一个古人 拍归来时也一直入戏 大夏天的都要穿棉袄 最后抹出一身肺子 还有人前脚刚拍完戏 后脚就去医院 别人家金毛石王 都是带美童拍的瞎子 只有徐锦江的金毛石王 那个时候还没有美童 他只能全程翻白眼演出 拍打戏时就看不见对方 他脸上还中了一件 张志尧拍花满楼时也是 为了演好失明的状态 他长时间不眨眼 结果就被新片场的甲犬 刺激到了眼睛 导致视力下降 还去做了眼睛手术 还有陈宝国拍电影神编时 演了一个叫玻璃花的毒眼龙 因为他瞎的那只眼睛 特别像玻璃花 但当年也没有美童可以伪装 化妆师就找了一颗扣子 反复打磨 最后带进了陈宝国的眼睛里 结果他就泪流不止 视网膜也因此受损 现在都有后遗症了 你后来有没有留什么后遗症 有啊 眨眼 然后流眼泪 然后还口吃 别看吴刚现在的脸部状态 尤其是眼睛奇奇怪怪的 其实那也是有原因的 他拍铁人时 差点被紧喷的水泥打穿眼皮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坚持拍完了自己的戏份 才去的医院险些失明 吴刚也因此 落下了大小眼的毛病 所以他的眼睛啊 现在看着都是怪怪的 李雪剑老师更贫 曾经患有鼻咽癌 却在治疗的过程中 坚持拍了六七部戏 经常一场戏下来 险些没气 他拍焦育录时 为了演焦育录憔碎的样子 也用了快速减肥法 所以他减肥 所以他减了一个月的肥 减了二十多斤 但牙病了都不去看 看的时候已经坏了四颗牙了 吃饭只能整个吞 这些演员为了演好角色 甚至健康都可以给角色让步 再看看现在的某些演员啊 拿着二百零八万的片酬 却虚假的半酬 虚假半老 虚假敬业 哎 比如孟美琪 只是手擦破了一点皮 就要让全剧组停工安慰他 就这还能被夸敬业 还有这个小鲜肉 袁林青 在综艺《少年之名》里 手指不小心破了点皮 就大哭大闹着被送去了医院 这要是再晚点去 恐怕伤口都愈合了吧 还有很多放不下偶像包袱的明星 不愿伴丑不愿伴老 比如居姐 以一己之力让绑架庄 难民庄 手丧庄 兔血庄 痛痛出圈 她没了 观众瞎了 还有卑鄙 孟姐等 都在半酬史上留下了浓墨仲裁的一笔 什么丑啊 需要他们亲自去办 什么业啊 需要他们亲自去敬 什么准时啊 他们居然能准时到场 年轻演员们需要走的路啊 还很长啊